让我来看看是哪个笨蛋没有睡觉 开玩笑 今天呢我的值班就结束了 然后以后还会多跟boss们分享我的日常 怎么说今天的舞蹈呢 我自我感觉不太满意哦 因为准备的不够完美 就是没有达到我想象中的那么好 对 就还差很多 但是时间不能成为我的挡箭牌 还是需要更加努力 然后为boss们呈现更好的我 本来我今天也想像家宝哥一样唱个rap的 但是大多数时间都花在给boss们看舞蹈上面 就是八五一句了 所以就没空录rap 那我就晚上就给boss们唱一个安静点的歌 然后boss们可以听着睡觉 然后明天就继续听着再晚起两分钟的铃声起床 OK 非常的好 这个时候呢 你只需要闭上小眼睛 然后带上被子 就可以听完就睡觉了 当然在听的过程中睡着是最好的 没有了联络 后来的生活 我都是听别人说 说你怎么了 说你怎么过 放不下的人 是我 人多的时候 就待在角落 就怕别人问起我 你们怎么了 你低着头 护着我 你低着头 连抱怨都没有 电话开始躲 从不对我说 不习惯一个人生活 离开我以后 让我好好过 怕它让想自由的我 都几个时候 你还在意着 别人是怎么怎么看我的 你平民解释着 不是我的错 是你要走 也看着你难过 挽留的话却没有说 你会微笑放手 说还不哭让我走 好了 嗯 那大家就可以去 乖乖睡觉了 然后呢 我也要走点休息了 晚安 拜拜哟 哎呦 我没关了